正正因為這樣,真的不能再拍這些說句 這次這個劣質M-Gun事件,就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你是真的要揭發其他中國的日常用品的話 哈哈哈哈 這兩年你莫說說打牌吧 打飛機都沒空了 那怎行啊 Yo,大家好,我是Jer 相信大家都知道,最近又有一群中國人四處搶貨 到底發生什麼事 這次就說在上星期的時候 中國M-Gun的質地就被揭發到極 哎呀,這句不是粗語,真的用到懶極,不是開玩笑 所以立刻印判了全中國女性的恐慌 然後四處出去搶M-Gun 那最划算的是什麼? 最划算的就是 啊,居然有很多中國人走到日本國度數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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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又說底仔 收…收眉吧,你們 不是吧,這麼快忘記了,我們這幫中國人很專業的 OKOK,不要緊了,就讓我和這幫客人重溫一下吧 但凡有鼓氣的中國人,我們堅決不買日本產品 永遠支持國貨 金絕抵制日貨,從你,我做起 抵制日本的產品,從我開始 我覺得我們所有人能做的事情就是 開始抵制日貨 你如果讓我們的壽命減半的話 那我們就讓你們的銷量減半 銷量減半 六個月後 這是現場搶衛生機的 人都整箱整箱拿 看見沒有 哈哈哈哈 你騷擾啊 我這裡要講究 我這裡要問你一個 老實說一句,如果當初沒有抵制日貨的那幫中國人 我都算了 但是,如果你們當日有份大叫抵制日貨 支持中國國產貨的那幫小粉紅 那今天,不就是大巴大巴的撞到你們的臉上 還說自己是中國國產貨 你呀,你們的國產貨 連你這個嗨都沒有用 還要用嗎 那今天就很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一個暖心故事 讓你們看看,究竟什麼叫回歷錶呢? 到底一幫中國人,尤其是那幫小粉紅 是多麼沒有穿潛呢? 然後到最後,我也就自己一件事 去分享一下我的個人的看法 好了,在這條影片開始之前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記得給我按讚、分享 留言、訂閱我的頻道 又或者我現在會不會不會人來支持我 如果你想這條影片多一點 亦不妨可以追蹤我的Facebook 又或者IG 好了,事不宜事,我們現在立刻開始 話說仔最近,中國有多個MGUN品牌 就被揭發出有長度造假的問題 引發了全中國女性的關注和熱烈討論 例如某些品牌MGUN,聲稱長度是240毫米 但實際上,測量只有230毫米 超出了國家標準允許的4%五抄範圍 除此之外,亦都有不少國產MGUN品牌 但被揭發出它們的用料和質地都是非常之差 就像是根據這段影片一樣 當有人用燈照著它們的時候 你是可以看到 嘩,你這個傢伙,是甚麼來的 你怎麼會這樣? 老了嗎?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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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亦有些受影響的國產MGUN品牌 就走出來作出回應 但他們的態度呢 就算我馬虎 就例如一個ABC品牌的客服回覆說 1-2CM的差異是屬於正常不差 那如果你們接受不到的 就不要買了 就買其他品牌吧 而結果是怎樣 相信大家都猜到 嘩 嘩 隨著這件事持續爆 就有很多中國女性都選擇 轉用醫用MGUN 據稱在淘寶上面 醫用衛生巾一個關鍵字的首層比例 就已經大幅增加3,920% 那我想而知 全中國的女性對這件事有多緊張 但不得罪這麼說 都是大學生巾來做 大哥 中國的醫院連麻醉劑都混淡給你們用 那我想問 有什麼驅使到你認為 醫用的MGUN會比較好 都是用你們中國的國家標準 又是一嬌人 除此之外 亦有不少中國女性四處走到其他地方 搶購MGUN 當中包括 日本、南韓、馬來西亞 以及香港 都不斷搶購MGUN 我香港真的很生氣 我以後都不會再來香港一堂 不知道是否是MGUN 哈哈哈哈 你別走 哈哈哈哈 走了 你還笑 我不是想的 喂 喂 不准笑 我來過照片 我聽不到 哈哈 首先我想說的就是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想過 為什麼中國假貨一個問題 一直源源不絕地出現 就是以往的假酒 假衣 假汽車配件 假過濾器 假水杯 假化肥 假建材 假車子品等等等等 最搞笑的就是 我發現很多時候 都有一群中國人 都不斷批評是企業黑心 賺取暴利 無視人民的安全健康 但其實你們又有想過 中國假貨的問題 根本就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要了解為什麼中國 會有這麼多假貨出現 首先 你應該是要在一些假貨裡面 找到一些共通點 而當中就包括 第一 你可以發現一堆假貨 都是跟中國的國家標準 和監管不足有關 就像是今次這件事 其實中國的國家標準 就是規範一些監管的長度 但究竟它的用料 質地 是沒有具體的規範 再加上 當一些企業 生產一些劣質監管的時候 中國又缺乏一個完善的監管機制 就搞到一些核心企業 可以在中國大肆還行 這件事你都看到 是由中國的消費者自己揭發出來 而不是中國的官方機關揭發出來 我相而知中國的監管機構有多少費用 第二 就跟絕大多數人所針對的核心企業有關 你要知道 一些核心企業 往往都會用最低的成本 符合最低的生產標準 去製造一大堆的產品 去賣給消費者 而是一個過程 你會發現他們由始至終 都只是想賺取暴利 而不是去顧及消費者 他的健康、安全 以及他的使用體驗 所以 所以便會出現一大堆一些劣質的產品 還有第三 不要說我話了 其實中國之所以有這麼多的假貨 都是跟你們一班中國人的消費習慣有關 正如我剛才所說 這些黑心企業 往往都會用最低的成本 符合最低的生產標準 去製造一些產品 而你要知道 這些產品 通常都會比較便宜 最搞笑的就是 你們這些中國人 又是喜歡貪便宜的 又或者是客觀點說 可能因為你們的經濟條件比較差 所以通常都會買一些便宜貨 從而是間接鼓勵 假貨還能 那更來的就是 為何這麼多年 中國的假貨都依然繼續出現 而且有一些假貨品牌 還要是越做越大的 例如那些 Edidos New Balloon Nakia 為何他們都依然能夠在中國那裡發展 就是因為有market 就是因為你們這些中國人一直在埋起一些假貨文化的存在 甚至我難聽說的 你們還很誇張 一個假貨文化 覺得買了一些A貨品 是很聰明 不用用那麼多錢 就已經買了一個A貨品 為何用幾千元買一個名牌 你們就是這樣 所以當你調教到這一點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中國的假貨之所以還行 其實是源自於制度和監管的不足 再加上你們這些中國人那種 中國人欺負中國人的心態 以及為你們這些中國消費者貪便宜的本性 又免許假貨文化的存在 而導致有一大堆假貨的問題 了解不了解 正正因為這樣 真是不怕自己這麼說一句 這次這個劣質M根事件 就只是冰山一角 如果你是真的要揭發其他中國的日常用品的話 第二我想說的就是 另外這件事又再次證實 你們這些中國人真是口裡說不 但身體很證實 其實你不要說去年那一批 日本排放核廢水那件事 而引發的抵制日課行動 基本上近二十多年來 你們這些中國人 都是無間斷發動抵制日課行動 就例是抵制日本汽車 日本相機 日本話中文等等等等 而到現在都快到了20月5年了 你看看你們這些中國人 下有哪一樣東西做到過才行 收肥了 所以我之前曾經見過一位中國的網民 就分享了一番說話 我覺得真的非常有道理 就是 中國人去到醫院的時候才是最老實 因為你是不會看到他們說那些什麼抵制的蠢話 而就只是密密選擇用陽貨日課 而再看一件事 你都可以看到 當有一幫中國人意識到 有一些東西是直接對他的健康 對他的生命構成威脅的時候 那他們就忘記了抵制日課 哎呀 突然忘記了 然後就走到日本那裡掃M-Gun 最好笑的就是 你試試走過去跟他們說 你不是抵制日課嗎 但他們很厲害 是能夠想出一百多個理由 去合理一種精神崩裂的行為 我說抵制日本海鮮而已 都沒有抵制日本貨 別傻了 我說抵制日本貨 但是 這個是中國製造的 中國的東西 關你什麼事 我買M-Gun也需要問你嗎 其實日本應該是感謝我們 要不是我們中國人去搶M-Gun 他們會有錢賺嗎 咻 當然沒有啦 真的 然後到最後你就會發現 這一群人呢 就真的是 沒錯 他們是瘋子的 你這個死產啊 每次後果不容 繼續偷走 所以我經常都強調 你在中國做生意 真的不需要向一群小朋友跪 一來你跪 又很容易影響你們整個公司的形象 以為你們公司是專門為藥物 去生產一些產品 二來就是 就算你真的跪了 小蠟 這群人 跪完之後 都不會帶給你多少錢 不要說話了 第三來就是 其實只要你能夠做好一些產品 偶爾推一些特價 去益這群小朋友 他們很自然會自動自覺的 走來去買一些產品 就不記得做什麼抵制 支持祖國 大中華 這些 就是他們是賤骨頭 你記住 這群小朋友就是賤骨頭 你不用理他們 第三我想說 自從這件事發酵之後 一發不可收拾 引發全中國女性的恐慌 但是同一時間 我也留意到 有不少中國女性 在網上留言說 養減多年都不用這樣 懷疑有人搞我們 根本就是代購的營銷手段 我都懷疑這個是小紅書營銷號 故意搞出來的 刻意去抹黑一些m-gun 然後大肆推舉他們自己買的m-gun 別以為其他國家的m-gun就是好 只是沒有爆出來的原因 從一些留言你都看到 真的不知道要太擔心他們 因為一群中國人 其實最厲害的地方 就是在於 總是能夠自圓其處 合理化每件荒謬的事情 而其實這些留言 背後也是反映著 第一 就是他們根本就不重視自己的權益 甚至乎鄙視一群違權的中國人 第二 就是他們特別喜歡用陰謀論去思考 簡單來說 就真的沒有思考 第三 就是很多時候 他們都會用外國也有 來合理化自己的產品垃圾 這個現象 所以當你了解到一群中國人的心態之後 認真的 中國的苦難 他們絕對是承受得起的 因為一來 正如我剛才所說 就是中國的假貨是一個系統性的問題 而其中就是因為一群中國人 貪平的本性 以及就為免許假貨文化的出現 而變相鼓勵了有很多黑心企業還行 所以某程度上 中國的假貨 都是他們一群人一手造成的 第二 就是當有事的時候 總有一群中國人都會莫不關心 甚至乎用盡了方法 合理化一些荒謬的事 以及就是不斷嘲笑 去鄙視過一群維權的中國人 那也都是這樣 就對於這一點的事 其實我都是當看戲的 那也是嘛 就連他們 一群中國人都沒有不關心的 那我這麼關心 他們做什麼呢 坐定定在這裏 看看一群人 怎樣做一個偉大的中國人 怎樣支持中國破產貨 但凡有鼓氣的中國人 我們堅決不買日本產品 永遠支持國貨 我去搶了 我去搶了 驚絕抵制日貨 這是現場搶衛生機 抵制日本的產品 大好物的蘋果和鮪魚 你如果讓我們的壽命減半的話 那我們就讓你們的銷量減半 藥局在日用品等 博買している観光客 喂 沒有一個抽特的 那你們自己不爭氣而已 那我先講到今天 那一件事上面 其實我以往一直跟大家強調過的 就是一分錢一分貨 而中國的那些產品 也都是 沒有事的性價比 有事就慘了 你們經常說 我自己在抹黑中國 而不相信我所說的說話 那你死吧 還是說一句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是一些無關同樣的產品 例如是一支筆的話 我覺得用中國貨也沒問題 但是如果是一些 關乎到自己的生命安全的話 我就真的覺得盡可能都不了 哎呀!我就是對中國貨有偏見 但是麻煩你們搞清楚一點 就是我對你們中國貨的偏見 其實是建基於你們中國制度的缺陷 監管的不足 數據的不公開透明 以及為我個人的使用體驗而造成的 所以你們不要整天在說 人家為何看死你們那些什麼大陸貨 我大哥 你們現在連M-Gun都做得不好 你還可以給你什麼反應 那麼最後 今次帶來一件事 怎麼看呢? 像 happily去 chicken Maple at下面 contributions 那就不要那麼多一句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就叫 Umon, like and subscrib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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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kiss готов �HO Near the chat 喜歡這個頻道 暫時按獅ینż se Kayla 才收睇 Bye bye 過來勒 過來 過來 算是 過來 你這個屎餅 乖乖乖是不是 乖乖 乖乖 媽媽知道你最乖 喂 你幹什麼 讓大家看看你 讓大家看看 精靈 精靈 精靈看著鏡頭 哎呦 你看 都說了Symin雙眼睛很大 不要常說她閉眼睛 因為觀眾都說她沒有眼睛 Symin雙眼睛這麼大 是不是 乖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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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是輕挑 你真是